为期一个月的基隆市议会定期大会将在10月25号召开 在市议会预备会上市议员认为污水下水道工程即将进行到爱四路庙口一带 市政府应该要说明如何施工让商家及摊商预作准备 我们庙口的部分明年有边预算要来做这个卫生下水道的一个修建 那这个事情会涉及到爱四路的整条做生意或者各方面的一个问题 那卫生下水道要来这边来挖马路来做这些施工 那对于这一些在夜市这边做生意的这些摊商来讲 他们可能他们的生意也会被影响到 那所以这个部分恐怕必须要提早预作准备 另外警察局报远警出走槽和监视器有没有装设好 涉及到治安的问题市议员也很关心 在基隆市长期来面临到就是我们的离开的警力总是比较多 多过于是进来 那现在刚离开49人 那现在接下来的警力配置怎么应对 跟是否会有派出所在出现联合执行这件事情 我觉得要再麻烦警察局再做具体的报告 上半年度我们那个警察局监视器的进度 希望警察局还是要做这次的重点的报告 因为我们目前想要先了解现在监视器的更新进度 那这个治安的问题是民众非常关心的 而负责行销机动观光跟发布新闻的市政府官销处 传出要财测改设儿童局的消息 议员同样很关心 那如果说官销处原本的业务 他必须要去被转移到 比方说文化局或其他的局处的话 那那个局处比方说文化局 如果是未来是要承接官销处的业务的 那他也要在这次的业务报告里面 正常来讲我们应该是要 统一市政府来做局处的变更了之后 我们才可以变列的预算 所以我现在很担心的是说 我不知道市府会不会在现在才提案说 正常来讲他应该在临时会就要提 所谓的变更的部分 所以现在不要担心了说 到底会不会他变更的跟预算同时并进来 机动市议会议长同志为表示 议员们关心的事项很多 定期会召开时希望直询的市议员 和被询的市府官员都能够准时到场开会 充分讨论为民喉舌把关市政建设 因为议题议案蛮多的 所以我们在开会的时间 希望大家尽量尽早准时 让我们可以让局处更充分完整的报告 那我想希望在这个意识透明化的过程中 可以让我们所有市民朋友了解清楚 我们不管是议员的咨询 还是市府的被询 都可以让民众有更充足的资讯 可以让我们大家了解基隆的这个政治的脉动 那我想刚刚大家有议员提到这个 官销处相关的传闻 因为我想因为这个会经过议会 要送审自治条例 不管你局处的财病调整或任何的变更 都会经过整个议事的程序在走 所以如果没有送案进来 议会是不会审理的 所以基本上议员也可以放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